爸 你知道我妈最近身体不好吧 她那就是工作累了呗 跟她说了多少回了 让她跟那个郑宾那辞职 她偏不听 你多给她打打电话就行 要不然你陪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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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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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好像信号不好 喂 喂 我不跟你说了啊 来 侯大哥 等很久了吧 还行 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喝 喂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少给我在这儿整什么听不见 我让你多给我妈打打电话 关心她 然后陪她去医院 听见没 知道 你是个签约的女主播呀 那你 你这是怎么了呢 我们这个小地方 没办法 做直播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我刚签的这个公司 很大 很有名 我都拼了命地学唱歌 学跳舞 可他们还总说我粉丝量不够 要把我给辞了 原来做主播这么不容易啊 这方面我也不懂 我也没看过这个 那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你的粉丝多起来呀 你有没有 把我教你跳那个舞 在直播的时候 你跳一下 展示展示 这观众看了 那不就喜欢你了吗 陶大哥 其实 舞跳得再好 都没用 还是得有人 帮忙捧场子 得进直播间打赏才行 打赏 这 怎么打赏啊 就是得刷礼物 刷礼物 陶大哥 我认识的人里面 就你 最事业有成 人又好 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我保证 只要我过了这关 那些打赏的钱 我肯定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刷礼物 是得花不少钱刷吧 是我不懂事了 咱们非亲非故的 又刚认识 你要是不愿意帮我 我也都能理解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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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大哥 其实 今天你能坐在这儿 耐心听我说这些 我心里都已经很感激了 咱们不说这些不开心的 喝咖啡 喝咖啡 吃东西嘞 我听你说了这些啊 我越发觉的 你是个好女孩 你真的挺不容易的 否则 你也不会向别人 开这个口 对吧 那没问题 我来帮你 你不就是 刷个礼物吗 你回头直播的时候 你告诉我 还有 你教教我 怎么刷这个礼物 回头给你刷 真的 陶大哥 太感谢你了 小事情 谢什么 没事 行 我先找个地方吧 我先坐下 好吧 等到你下一次 直播的时候 你提前告诉我 然后我就进你那个 那个直播那里 陶大蕾 喂 这位是 我五伴 够年轻的呀 感觉比你女儿 岁数还小 姑娘 不好意思 我跟她想聊点事 那你们先聊 陶大哥 我先走啦 我不想跟你聊啊 好咋哥 你恶心不恶心啊 晚清知道你跟小姑娘 在这儿喝咖啡吗 你管得着吗你 我光明正大 我不像你 你心里头对我老婆 那点龌龊的心思 你以为我不知道呢 陶大雷 你干什么 你 你打人呢你 我真替晚清感到不迟 我真替晚清感到不迟 管得着吗 什么玩意儿 小孟 怎么没有人陪你一起来呀 张大夫 是不是结果不太好啊 如果有什么情况 你直接跟我说 我 我没事的 从木把和乳腺核磁的 报告上来看 你双侧乳房的肿块 性质不是太好 可能还伴有局部的 淋巴转移 综合考虑 恶性肿瘤的可能性 会很大 恶性肿瘤 是那个 乳腺癌吗 如果真的是乳腺癌 该怎么治啊 穿刺活检确诊病例之后 还会做一个 术前的派的CT评估 根据你的个人具体情况 尽早地安排手术切除 是全切吗 全切呢还是饱乳 具体还有看你的肿块的位置 还有病情发展的情况来定 对不起 好 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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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Так 走 回来了 亲爱的 谁是你亲爱的 这怎么了这是 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利啊 不舒服啊 还是遇到什么事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是关心你啊 老婆 快吃饭你呢 我闷了只鸭子 闷了好几个小时呢 皮酥肉烂 我还包了你爱喝的海鲜粥 我什么都吃不下 你自己吃吧 我 我是专门给你做的呀 你知道我是不吃海鲜的 专门给你包的粥 老婆 你好歹吃一口 你再 你再 老婆你好好得吃一口 少吃点 你再休息 这都凉了你反复热了 我就不好吃了 老婆 老婆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今天呢我跟我一个同学啊 去咖啡厅啊喝点东西 你吓老婆他您的正编了 他是不是跟你说这个事了 老婆你明天都胡说八道啊 你别信他的 他那是造谣 老婆 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干吗这是 不是 你跟那个姓郑的 不三不四 都给我脸上看 陶哥哥 今天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你那个朋友没有把你怎么样吧 我看他不像好人 有点担心你 我不是 你跟那个女人不想要是一样的 你也不敢想要是一样的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是不是 你不过了 你不过了 我看你了 我 我看你了 你不过了 我看你了 妈 你可算给我打电话了 我发信息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的 你那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挺好的 那个检查结果 娜娜 我录外写完了 稍候 跟我妈带电话呢 妈 你说什么 你跟张晓妍在一起呢 对 我俩这两天没事 我就待着打会儿游戏 跟你说可逗了 张晓妍都打不过我 我手下败将 你打我干吗 真好 你俩在一起 妈妈听着就开心 就那样吧 还行吧 主要很想你 妈 你别打岔 你那个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你也不说 没问题 那个 检查结果比 与小嫩要亲得多 就是一些小姐姐 定期去复查就没事的 你放心吧 真没事啊 你没骗我吧 很担心你啊 没事 你们先玩 好吗 妈妈先挂了 你放心 妈妈这儿有事 一定会告诉你 妈 你先等会儿 我跟你说 小毛病你也不能不在意 你知道吗 你要多注意休息 别累着 你们是我最最最最重要的人 我很担心你的 妈妈知道啊 你们先去玩吧 先挂了 妈妈 老婆 你得吃点呢 这还 这还热着呢 我去我妈弄 妈 我给你包鸡蛋 嗯 放着 那我接个电话啊 妈 嗯 对大嫂呢 怎么她竟跑厕所来了 谁知道了 谁知道了 张大夫 你的穿刺结果已经出来了啊 基本上确定是乳腺癌 不过万幸的是 是二期 也就是中期 你赶紧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尽快进行手术 这 这 那个是 是要全切吗 你的肿瘤已经超过了三公分 如果美观和性命中做选择 我们建议你全切 嗯 那么 如果全切了呢 就 行 啊 想谢张大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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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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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这么久啊 哪儿不舒服啊 没有 就是有个电话 聊了一会儿 姐呢 我让她回去歇着了 跟妈聊聊天 妈 我那个公司 有点事 咱改天聊吧 我还挺着急走的 你肯定心里有事 昨天晚上你过来啊 我就感觉到了 可是你姐姐在那儿闹腾 我也顾不上你 没事 好着呢 怎么了 是不是 跟大蕾又出问题了 没有 妈 我们不可能像你跟爸一样 那么圆圆满满的 任何人都做不到 我跟他都二十年了 就是正常的夫妻 没什么可说的 我这人脾气急 当时你爸劝我 我也听不进去 我都拼着命着反对你和涛大蕾 就跟现在你大姐似的 最后连你们那个结婚我都没去 我也真是没想 你呀 那时候多小啊 是个孩子啊 最后啊 咱们两个毒气 闹对立 弄来弄去都弄生分了 因为这个怨妈是不是 没有 没有妈 我怎么可能怨您 是为我好 你看这个照片啊 你们这姊妹三个呀 我最心疼老大 那大姐老实巴交的人 腿脚又不好 可你爸呢喜欢老三 是让他像他呀 我们两个就觉得啊 你能干 所以呢 就管你管得少 是不是怪妈呀 我现在都后悔 我没有 妈 我怎么可能怪您呢 快别这么说 我 我生完娜娜以后 要不是您去老家接我 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后来我 我自己到白货商场站柜台 买东西养家 这不也是一步一步熬过来了吗 没事 我知道你能干 什么事啊都能顶得住 可是 也别太要强了 心里有什么难事你跟我说 没有 妈真的好着呢 我还要好好照顾你呢 我一定要长明百岁 百岁 百岁 没事就好啊 你刚才说这些 我真的就觉得委屈了 委屈了 是委屈了 你这 这一辈子说实话 挺受委屈的 妈 我真走了 好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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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有枪成人 好 成枪 好 好 喂 妈妈 大姨怎么样啊 挺好的 多亏了你 把易锦被砸的事给透回来了 我发现也还是咱俩好 这家没咱俩得散 谁立不开谁呀 你说什么 你那边风好像很大 为什么 你干吗呢 我啊 我今天休息一天 我在跟燕子哥待着呢 你跟那个张晓燕 好好地比什么都好 我还真挺想看你结婚 穿婚纱的样子 我知道了 您放心吧 我们俩肯定会好好的 我要是结婚的话 你就来当我伴娘吧 怎么样 我是你妈 做你做你伴娘 不被人笑死 那你是不是笑了 看你挺开心的 我上网都给你查了 你那个胸部小节节啊 就是情绪导致的 你要调整自己的情绪 不开心了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逗你 好不好 好 好 那行了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 我爱你啊 末末大 喂 张大夫 我是孟婉晴 难道你帮我预手术吧 越快越好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跳哪儿 刚敲了直接跟他们打啊 加油特种兵 我不喜欢狗的 来 今儿必须上这个风了 好